我這次在我的一彎麵包裡面飾演的是黃玲瓏 然後她的角色個性就是一個敗家女 然後一個就是敗金女就對了 然後她就是一心的想要找一個就是很有錢的白毛王子 所以她就一直往那個方向去尋找 然後但是她其實她是一個個性講話蠻直 所以她講話都不大聲然後很恰伯伯這樣子 只有碰到她喜歡的人講話會比較輕生氣如 或是在帥哥面前會比較害羞一點 然後所以她應該算是一個傻大姐 然後沒有心機然後心意算是善良 然後在我的一彎麵包裡面她跟曾善美是好朋友 然後所以她們兩個有很大的反差 因為曾善美是一個非常腳踏實地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我卻是一個很會揮霍啊 然後愛亂買名牌的一個女生 對